好的,我们现在呢,要将这六针啊,给它做一个重新的增加,使它变成八针,怎样增加的呢? 跟之前啊,是有不同的地方的啊,好,大家跟着我一起,我们来增加啊 你看,这六针,我们在最旁边这儿,给它绕上一针,看 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个八厘米的高度必须满足这个是织正针的这一面,而且长线在右侧的情况下才可以 要不然的话,你下面的每一个步骤都没法进行,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啊,如果你也满足了长线在右侧,上边呢,是织正针这一面 但是你的高度没有满足,你比如说你七点五厘米,没关系,七点五厘米就可以 或者你说,哎呀,我不行,我得八点五厘米才能够满足正针向上,长线在右侧这个情况呢 那你就八点五厘米,也没关系,明白了吗? 好,我们现在啊,绕上一针之后,直接的织这一针啊 认真的,轻轻的织上,然后其他位置这六针原样的,其他位置这些针啊,原样织好 到最后一针的时候,我们才加针呢,看,最后一针 好了,然后,你的其中的一个耳片就已经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用我们的剪子啊,直接给它剪断就好了 我们大概留这么长啊,三厘米,三厘米的一个小小的线头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要用一个别扣啊,把这个线头呢,给它保护好 大家记住啊,我用的是这个颜色的这个别扣 而且永远都要记住,我这个别扣,别的这个位置是正针 正面向上的情况下啊,我是这样别的,明白了吗? 你看,我把这个,这根,这根那个小尾巴呢,给它这样别住 一定要别在这个织物上啊,而不能别在上面的针套的位置啊 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稳固的话,那就拿这根小尾巴啊 在这个别扣的这个里边绕两下 但是注意啊,不要使劲拉扯啊 如果拉扯的话,你会把那个最边上那一针呢,拉扯得非常非常的紧 这样就影响我们主体的这个,啊,这个舒展度了啊 好,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了啊 你要把它转移到中间塑料管的这位置 同时要拿出另外一头 这点非常重要啊,大家如果 大家如果有跳跃的看的话 如果这段你没看到的,将是非常非常糟糕啊 你一定要用另外一头的这个针 这根针来起针,这是另外一个耳片 千万不要用这根针,明白了吗? 好,这时候我们把它啊,转移到中间 然后用这根针一定要啊 然后重复之前我们的这个动作就是完成 第一个耳片的所有动作要跟它一模一样 看,一针 两针,我们是直接拿起线来就起针的啊 你看,有一个小小的尾巴,弄松一点 好了,这时候啊,拿起来你当时支第一个耳片的 霍耳的这根针啊 那你放心不会把这个第一个霍耳也支进门里里边的 不会的,因为它在正中间,它跟任何一部分也不衔接着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它会在这个位置被保护得很好啊 然后我们直接的啊,用之前的方法来再完成一遍这个步骤 也就是说刚才啊,我们这个六针支了八厘米之后 我们左右又割了,又加了一针,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是八针了啊,同学们啊 现在你的这位置一共是八针了 去数一下一定是这样的啊 然后我们重复这个动作啦 上来,挤好两针之后,加针 第一针加完针,第二针在支以前啊 一定要捏住了这个线头啊 因为它非常重要 你要是不小心啊 一用力很有可能把这一针就给支跑了啊 那就很糟糕了 好了,只是第一次支它的时候需要给它保护一下 第二次就没有必要了啊 好,来到反面的一样是指反针 原样的把这四针支好 不做增减 记住,永远是正面之正针,反面之反针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再次来到正面,我们要给它加到六针啊 第一针的位置加针 中间一针原样支 倒数第二针 1,2,加针 最后一针原样支好 现在六针了 支八厘米高 翻来覆去的支 正面之正针,反面之反针 不要出现任何的 忘记正反面的这个物操作 如果这样的话,你会在表面形成一道棱啊 非常非常明显的一道棱 所以大家要引起注意 注意了 既然是我们要和第一个耳片是一模一样的执法 高度必须也要一模一样 哎呦,sorry 不能不能出现 不能出现那个 一个耳片长一个耳片短的这种情况啊 大家在 量这个八厘米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它们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啊 只要是知道这个时候 相信你已经非常喜欢编织了 因为你每支一针啊 都将有一厘米的宽度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多么快的速度啊 而且几乎啊 你每支一行都将近一厘米高 应该还不到啊 应该在这两行就到了 好的 把线头给它收掉 不要让它影响我们 收线头的工作呢 本身是为了把这些不完美的地方给它做一个调整 同时别忘了啊 收线头的工作呢 还是一个 整理 修复 补救的过程啊 如果你觉得哪个位置不够圆润 不够饱满 可以让这个线头在这个位置勾一下 那么 这位置原来的那个凹陷呢 就会被填平 所以 大家要 充分的利用啊 收线头的这个动作 来 让我们的每一个位置啊 都变得非常的圆润 好了 我们现在需要量一下它这个高度啊 这个 六厘 六厘的高度 是不是我们要求的 八厘米 刚刚好 看 同样是八厘米 和这个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了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给它 做一个 增加了啊 和之前也是一样 看 绕上一针 然后我们给它 直接编织这一针啊 其他的针呢 暂时不加针 只在最后一针的时候 才加针啊 看 最后一针了 然后给它增加一针 好 现在我们的总针数呢 也来到了 多少呢 八针了 你现在发现了吧 再两个 把这个 把这个位置给它移过来啊 移过来之后啊 同学们 一定要看啊 你一定是移过来之后呢 是现在的这个状态才行 这个小小的记号扣呢 是在上面的 这样才可以啊 现在你们了解了吧 我们的两个部分呢 它是八针 对不对 另外一个呢 这个部分呢 也是八针 我们两个八针啊 分别是两个霍尔的部分 那么传统意义上来讲的话啊 我们这两个霍尔了 那中间是什么呢 中间是它的 眉毛 前额的部分啊 前额的部分 因为没有针数 所以我们要在这儿 给它增加八针 看到了吗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啊 给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啊 给大家讲解 怎样增加的这八针 我们会在下一个视频啊 教给大家 一定要看呢